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如今我国经济飞速发展 汽车市场也如日中天 自主品牌的相继崛起 让我们看到国产汽车的辉煌时刻 尤其是以吉利为代表的车型 在质量方面也逐渐让人放心 就连价格也十分中肯 可以看出他们是在为百姓坐车 但即便如此 我们知道国民的品牌情节较为严重 不过国民仍然会选择合资品牌 尤其是美系车和日系车 日系车在我们心中一向是省油高手 并且质量也是的信赖 但其实这其中还是有许多人不为人质的事实 前面很多人都听说过 前期日词日本本田骑车的精油事件 这虽然不是什么大事 但本田的态度却让人失望 竟然让人失去对本田的信任 并且近日又被报道出 本田压根在美国市场上停产 最不得不让人怀疑本田的质量 我们知道本田虽然是个B级车 但平时多年的生育 价格一直都是处在一个不低的位置 这也是让人对本田有了不好的印象 丰田也是个十分火热的日系品牌 但丰田骑车的车并没有什么新的创意 甚至有些车型的配置是不是新的 相对于我国的自主品牌 简直差远了 能为之销炼也是靠着丰田多年的生育 马斯达在日系车中并不能算是好的 但近年来 马斯达却成了市场上的一匹黑马 在各个方面让人刮目相看 但马斯达一直没有超越丰田和本田这些老品牌 只要还是因为底子不够厚实 马斯达在专注于提升操控系的同时 也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改进 但马斯达旗下的有些车型还是很不错的 可以考虑一下